很久不動了之後,你的肌肉僵化了。 慢慢的,一點點。 譬如說你,你現在可以每天手動動,腳動動。 你可以在床上這樣做,翻,翻過來,翻過去,翻過來,翻過去,做這個。 你可以翻了,你發現你可以翻了,那你試試看,可不可以爬。 爬可能比較難一點。 自己也不認識,旁邊還有人舞蹈,成績後,不是很簡單。 我的意思是說,必須要有人,就像荷蘭一樣, 他就先給你做身體檢討,看你可以做怎麼樣,從什麼狀況開始。 我現在就有一個伯伯,他就是每天他都去做伏劍。 他就是去動動手、動動腳,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他也不是從年輕度開始做。 這是一個理想。 他都這樣程度的,不是很簡單的。 要有人配合,要金錢配合,要有這樣的場地,要不遠不近, 不是那麼簡單。 那何來呢? 他成為一種全民的氣候。 那台灣還是點,小點有。 我也是有這種理想。 我也是有這種理想。 希望將來社會上,對老年人不是說好地放在家裏面, 有照顧她,跟她翻身,跟她洗澡。 他,真正的,還是人權。 他還有很多權力。 他也想動。 但是他有一個條件。 像你這樣一個女兒,這麼樣專心地照顧媽媽, 不是很不會。 所以,你也有責。 碰巧你沒有子女啊。 有子女的話,你責任很大。 老人是。 雖然高壽高壽,而且都覺得很羨慕。 所以高壽也是一種,說出來。 像是哲學問題嗎? 是。 不能討論。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可以從, 所以說, 復健。 復健。 復健,因為他可以。 復健,假設很容易。 不容易啊。 要怎麼樣去? 就陪你去。 要錢。 在醫院。 你發號。 怎麼回來? 不是那麼容易。 復健就去了復健。 走去啊。 走不去啊。 所以你現在不能走嗎? 我大概走一百步, 我只能走。 那你可以用輪椅去啊? 自己去啊。 我要上車啊。 我要上車啊。 你不能請個看。 所以你要費用啊。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你像多多潮漿。 這種理想。 社會來承擔這副老人的責任。 不是每個老人。 老人全部老人很多。 所以要不能等到需要人家來處理的時候才要開始。 對。 找這個做。 對。 就像我跟你說八十五歲的那個。 他從不知道幾歲就開始提任到。 那他還可以走路去。 還可以自己。 兩父親、兩人一起去做復健。 已經做了好多年了。 因為這個是健保幾副的。 他看一次復健。 醫生就可以做六次。 六次完了以後再一次五十塊。 他的錢不是很多的。 但是呢? 他還有這個自覺。 對。 那他至少他現在的生活治理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他如果持續地去做這些復健的。 老人是一個大問題。 可能老人越來越多。 都推給一個兒女去。 不公平的。 老人原來服務是服務社會。 都是服務他的兒女。 社會應該要回饋老人。 這個他要慢慢做。 他是有心人的。 我就希望有些財團、有錢人, 應該要重視老人這一塊。 怎麼樣去幫助老人。 好的東西要慢慢建立制度。 建立法條。 但是你知道我們現在台灣的情況越來越相下沉淪。 對。 連年輕人都22K。 有人說22K你都別想。 15K你就偷笑。 對不對? 現在有很多事情。 所以你想我們的年輕人在這麼一個惡劣的生存條件、 勞動條件底下。 你說要難過一點。 連年輕人都活下去都很辛苦。 你說就叫他們要來照顧老人。 對。 這個好像有點圓木求魚。 對。 那我看到的情況。 我看到的情況是那個兒女每天拼命去工作。 白天是晚上還兼胎。 就為了有錢讓這個父母去住老人院。 那其他的他就管不著了。 不像我還可以去照顧。 那他們只能希望這個養護士有良心好好的照顧他。 他們每個月能湊出兩三萬塊錢。 每個月兩三萬塊錢給老人家。 已經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了。 對。 你說還要這個社會要怎麼樣來給人。 我覺得這個是圓木求人。 所以應該是社會的事。 應該是政府的事。 應該是有錢人的事。 但是你知道有錢人其實就是財團嗎? 那財團他們能把年輕人搞成這個樣子。 能把這個房價炒成這麼高。 他們想要買一棟房子都非常辛苦。 你說你要他們連年輕人他都把它榨乾。 你說要他們來搞老人。 有蠢了嗎? 我能管就管自己,管多管不了。 所以我覺得能管就是把自己管好。 所以我現在的想法。 所以你看到我前面也有給你看。 我去跳舞。 我原來是退休的時候我是拉二虎。 後來我不拉二虎。 為什麼不拉二虎? 因為我要帶我媽。 我拉二虎我只能坐著,是嗎? 所以我就去學校。 我帶著我媽媽,我媽走很慢。 所以我把她手放在我的身上。 然後我一隻手這樣。 一面走一面吹。 然後她累了。 我跟鄰居借個凳子讓她坐著,然後我吹。 然後這樣。 那我這樣過了一兩年。 那個鄰居說你現在有進步耶。 因為開始吹的時候連聲音都沒有。 吹不出聲音。 只有單音。 能吹出聲音來不錯。 後來她們聽到我說不錯。 她是紐青虎現在可以吹了。 後來我不拉二虎現在改吹蕭。 因為蕭我背著我就可以吹。 是這樣的。 那我現在蕭也沒去學了。 為什麼? 因為蕭你還是要有骨子。 你還要有那個。 而且它是一個靜態的活動。 我現在呢。 我去學巴西戰舞。 它是一種巴西的一種武術。 它是一種武術。 那我就是增加這個運動的部分。 運動的部分。 然後最近你又看到有那個陳真芭蕾舞去。 就是讓我的身體。 我只增加動身體的動力。 那你還經濟學生多少? 因為上這個課。 我上巴西戰舞是一學期一千塊。 那陳真芭蕾是一學期三千塊。 所以一學期下來是四千塊。 只參加這兩個。 如果我只參加這兩個就是四千塊。 一年是兩個學期。 所以兩個學期是四千塊。 八千塊。 那暑假也是各一千塊。 所以寒暑假各一千塊。 八千、九千、十千。 一萬二。 平均一個月一千塊。 那我又可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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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參加儀教。 我參加一個宗教團體的儀教。 這一學期是一千塊。 那兩學期。 它寒暑假沒有開辦。 所以兩千塊。 所以現在是一萬四千塊。 所以現在是一萬四千塊。 要自己學習。 要告訴媽媽。 網上還有記者。 我現在的情況是, 我原來有去做報導。 我有到現場去報導。 現在我沒有去做現場報導。 我現在就是, 我在網站上, 我有參加臉書。 我看到人家說什麼什麼。 我怕他, 因為有些人沒有參加記者, 他就在網站上說說說說而已。 我就把他網站上的東西貼到我這兒來, 幫他傳播。 做大眾傳播。 所以這也是一種記者。 所以我早上起來, 就在做這個。 把人家看到人家給我臉書上的東西, 把它貼過來做報導。 這樣。 我就沒有出去了。 然後做我媽媽的報導。 然後我為了媽媽去知道 有些什麼好的自然醫學的部分, 我把他寫上去。 所以我現在的報導比較偏重的這方面。 我比較沒有去現場報導。 那至於那個環儒學本來念慕,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環什麼? 你剛剛看的。 我昨天去做的這個直播, 我環儒學本來念慕。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一個大忌。 這個文化的思想的一個長遠的影響。 所以我跑到中壢去。 去做這個報導。 那這個是圍棋2A集。 它有六次的直播。 我就跑出去。 那除此以外我很少。 現在很少的。 再到現場。 對。 以前我常常跑現場。 你看環保署。 國光石化的時候, 拍了環評會我也在裡面。 那那個。 那那個。 那個。 那個。 我們的細膩東延縣。 細膩東延縣。 它現在是到象山站。 它要再往裡面多兩個站。 多兩個站要一百二十五米。 那實際上, 這個地方已經有了百南縣的永生站。 跟厚山坪站。 可是它要有一百二十五米。 那從那個站到百南縣才五百公尺左右。 它要花。 政府要有一百二十的永生站。 我去看那些東西。 8月1號要開會。 這個我一定要去參加。 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 能夠有人利的事情? 社會公眾有利的事情? 還是在這裏? 我現在就是沒有人去要做。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別的人在做。 我去做那個沒有人做的事情。 我會到現場。 我會到現場。 但是如果已經很多人到。 我只要把他們做好的貼在我的上面就好了。 可是我知道那個沒有人會去的。 我就必須要放棄我媽媽的部分。 我就要去。 那是強者。 其實我常常說我是帶著鋼灰。 往前衝。 其實我沒有那麼強。 我常常落淚。 嗯。 常常落淚。 這強人有弱的一面。 因為我知道我沒有那麼強。 但是心是很高。 我自己有時候不要太自我要求太多。 想做太多。 然後再過。 因為人能力有限。 對。 我現在只是挑。 非我不可的。 去做。 如果不是這樣。 有人會去做的。 也是一種豪氣。 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時間沒有那麼多。 是這樣。 我的時間一天二十四小時。 東口西口。 能做食。 能做公共的。 那你的食物也是怎麼解決的? 我都是外食。 我都是外食。 我都在外面吃。 然後保持家體力就補。 都是很容易。 那是因為我吃素。 你吃素。 嗯。 我覺得還好我吃素。 然後不是吃素的話更大方法。 不小心。 你的食物Intervale 日式就是在乎d submarine连燥籌了這一輪吧。 感谢观看